真的是好唯美的作品 纸张经由刀雕堆叠后 再上一层亮光剂 创造出一幅幅层次分明 栩栩如生的立体纸雕画 也有陶瓷画的美名 这是目前正在文化中心 第二陈列室展出的刀雕艺术展 80件作品涵盖日本 荷兰 澳洲 以及美国四大刀雕技法 那这是我们在这次会场里面 属于荷兰风格最大的一幅作品 复制画的主题是意大利的古城 不过蛮特殊的是 当初我们要有六到七张 同样大小的图彩来完成 那这张却是有两张 颜色跟大小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为了把它弄成立体的作品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上 算是有点艰巨 这幅作品是我们日式风格的 一位老师制作的 他是简书员简老师 他的弓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那他的张书图彩目前是用到八张 所以他呈现的深度跟细腻度 也是蛮让人感动的 所以他里面的那个花花草草 每一片叶子都是经过 他的雕塑跟他的那个耐心 慢慢把它的层次 层次所表现出来 像这幅作品是我们美国派峰很资深的一位老师 他是蔡老师 蔡宝慧老师 他彻底从高雄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连展 这幅作品的原作它其实是安东比克 所以只要是制作过我们这种立体纸雕的学员都会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安东比克的作者 所以在他整个层次的表现跟堆叠部分 他都达到非常完美的呈现的感觉 像这幅作品是我们澳洲风格的高老师所作的高惠美老师 派峰是属于澳洲的风格 这个花仙子的主题是以春夏秋冬为主 那他这个主题其实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幅画就是他的素材是海报 那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跟睫毛相关的行业 那所以这一幅作品我就采用公司的海报 那把它就是结合纸雕的技术 然后做成这一幅画 那这一幅画它不是只有观赏的价值 那它还有就是在我工作室呢 它要有因为工作上实际需要的价值 创作一幅刀雕画动辄就要好几个月 而且复杂的可能要叠个七八层纸 每幅都是令人赞叹的艺术品 记者郑君云才不报道